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张军宁饰演的海兰之外 在戏中其实还有一位和海兰一样同步争处 而且在戏里戏外也是拿出一颗真心对待周迅的人 那就是曹西文所饰演的陈满因了 陈满因可以说是如意传中最不起眼的一位嫔妃了 截止到三十集之前 二十九集的长度里他只开口说过五次话 每次只有一句 每句不超过二十个字 虽然无时无刻不待 却修炼了一身高超的隐身术 而在这为数不多的五次开口说话的镜头中 其中两次让人印象最深刻 一次就是皇帝和如意赌气 轮流召来后宫嫔妃伺候在身旁 不过对于好不容易等来的可以在身旁伺候皇帝机会 陈满因也是因为全程没有说 一句话被皇上对四个门侮辱 第二次则是如意被冤枉给宜贵人等下水灵 当时陈满因也是除了海兰之外 嫔妃中唯一一个替如意说话的人 而除了这两次让人印象深刻一些之外 剧中不争宠没有什么名分的陈满因 虽然也常常出现在众嫔妃中 但是并不起眼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 不仅在如意死后与海兰一起扳倒了燕丸 而且把乾隆熬死了 除了自己还活着死外 跳出戏外再说一说 陈满因的扮演者曹锡文 1983年出生的曹锡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2000年正式进入演艺圈的他 也曾为我们带来野鸭子 美人如画等不少精彩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